尝试黄昏 让故事显得很热情分 心有力的黄奈 这场青春 一时在慢慢变得完整 思念在发生 奔跑把昨晚在泰国杀青了 周深的生命们太给力了 泰国录制现场也随时给深深 带来一片片的蓝海 一圆车大屏幕 一面面拉风的大旗 昨晚奔跑把官方凌晨3点02分 发了一条收官大合照的消息 收官了多少都会那么一点伤感 这个节目还是带给了我们很多快乐 谢谢所有的人的付出 所有嘉宾工作人员应援的谜子 因为时差的关系 评论区看到好多海外的IP 有法国美国西班牙瑞典等等 不会是国民歌手 歌迷遍布全球 周深在哪海米在哪 周深的地跨越山水万城 一同分享岁月和星辰 我确信确认你是那个人 我承认不再纯粹心事那么沉 不再纯粹心事那么沉 已经困困在你的眼神 倾诉生干 那刚刚萌芽的缘分 我承认不再纯粹心事那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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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深又有好消息了 6月12号第四届TMEA首播阵容官宣 周深赫然在列 也就意味着周深将在澳门开唱 TMEA Live官方微博发文 官宣周深加盟第四届TMEA腾讯音乐娱乐盛典 将在7月8号在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开唱 官微发文称用歌声记录快乐瞬间 以酒为之心共服热忱 他清澈温柔的歌声总能给人力量 他的现场总是毫无意外的吻 欢迎周深加盟第四届TMEA腾讯音乐娱乐盛典 7月8号让我们相约中国澳门 面对面重聚线下 看超越期待的舞台 让所有的等待都值得 这一次为快乐而歌 Music for fun 我们现场见 演出时间是2023年7月8号19点30分 至23点00分 以及7月9号19点30分 至23点00分 开票时间是6月14号18点 票价从580到1880元不等 在第一波官宣阵容当中 还有蔡徐坤 蔡依林 胡彦斌 苏醒 徐家营 袁雅维 张亮颖等等 这些都是周深合作过的好朋友 这也就意味着在6月19号成都欢乐鼓大运音乐节 6月22号青岛凤凰音乐节 6月27号国家大剧院红歌音乐会 之后7月8号周深又一个线下的现场 当然7月8号澳门是一个盛典 估计最多只会演唱一首两首歌曲 但是毕竟是线下能够见到周深的 澳门的生命们都准备好了吗 有人说这个时代不能没有周深 有人觉得夸张或者是粉丝的自嗨 那专业人士怎么说呢 Vocal也是一个乐器 当全场乐队响起 人声像乐器一样精准 又比乐器有更丰富的情感和表述能力 跟整个乐队交相辉映 你带着儿反听现场如沐春风 觉得工作变得有价值 对待一个好歌手时会是这样的心情 周深就是这样的歌手 只要他在工作人员就有这个笨头 和他才能有这个开心的可能 他提供了一个范式和一个标准 就像一个竿跳过去就是卓越 周深现场演唱的稳定 对音乐的把控就是流行歌手的范式 一个九几年的小孩唱成这样 对于每一个以音乐为生的人来讲 都是一个正能发聩的洗礼 他轰然出现在你面前 你无处可逃 卓越和优秀的程度 让你怀疑自己的艺术人生 让很多人去反思 这个时代有这样一个歌手 我当何去何从 这是天赐的声音 幕后音乐组组长中文老师 对周深的看法 而浪姐音乐总监赵赵也曾经说过 歌手至少都应该是周深这个样子的 信心这是一个有周深的时代 可惜的是有多少人 真的像中文老师和赵赵老师说的那样去反思呢 关注我随时了解周深的最新动态 你哪儿酸啊 我是这儿贼酸 对 对就整个大腿小腿 还有屁股 主要是那个蹲起的那个动作在这儿 我的整个屁股特别的酸 咱也没有想到 对 会弄成这样 对 你先说个人先告状 哎 他如果他们找了白鹿跟周 哈哈哈 说一句 但是是他拿走他说一句 就是跟他是一个逻辑 排成一 狼狐猜 对 有可能是杀手很大点 他主要是全场之后他在说话 可能会偏 成哥一点 没有你不能那么不敢不说话 快乐 快乐 平三 其二软 其二软 金老鼻 那一遍回去的泪 才能淹没的脆弱 你发誓更勇 该地像你梦想有 还想要继续吗 要你猛我醉啊 那痛苦出境的眼眸 别怕未来的模样 辜负曾经的凝望 有多少理想 就有多少字穿肠 那沿途的风浪 也不过就这样 这一路光景 有你在身旁 要炽热 要不忘 要勇往往 西风了 呼唤了 你还在等什么 回首了 再见了 别不想回头啊 伤心中的梦啊 去追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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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